好,我們今天在東莊網繼續請到林郭成師傅 為我來講解,拖連正東方的風水王,林先生 今年的東方就是耳黑病符星加林 聽我的名字,顧名思義就是病符星,即是主病 他跟五王有些不同,五王的特性是來得急和來得重 而耳黑是代表一些長期病患 所以家裡有長期病患,一定要將耳黑星好好化解 無論如何,我覺得每年耳黑星都一定要化解 希望減低任何病會產生 今年的耳黑方就是金木膠戰 再加上太歲星菲林 所以今年的東方,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避免盡量有任何動土的現象出現 而今年的歲星,因為加了耳黑的空性都不簡單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 化解耳黑病符星最有效的 其實在我們中國緣空學,就是要用到葫蘆 那葫蘆,我們會用到一個原生曬乾的葫蘆 其實不難買到的,我想大家在很多佛局部都會看到 那要做的地方,特別要注意的是 我們要買回來,是要原隻原生的 是要有一個定的,是未開的 那可能大家會看到,有些已經開了 那些千萬不要用,因為那些已經吸了很多病氣 是一定要自己回來,是要用割開頭 然後將裡面的葫蘆的種子撩出來 我們需要用一對,我們用黃繩綁起 高掛,懸護濟細 我們就是高掛一對的葫蘆 那它就可以將病氣吸收 那用葫蘆就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每一年都需要換 因為它將全年的病氣都吸收 所以我們每一年的耳黑星 我都會自己會添一對的新葫蘆 可以將病氣化解 那放開口一對的原生葫蘆 是最有效去化解耳黑星的空性的 那如果外於位置的問題 外於未必那麼容易可能大家會找到的話 其實有幾個代替品 當然我們會用到銅葫蘆 銅葫蘆我們起碼都要用到十算高 銅葫蘆可以用一隻 我們打開蓋子 也有這個力量 另外我自己會用到一個大的銅餅 這個銅餅也是它代表 因為它原形的銅 也是代表一個金屬的力量 可以將這個耳黑病蝠肚的力量化解 因為今年的太歲星都是在東方 所以其實化解在我們狀善佛教裡面 其實化解碎星最有效的就是在利用到 狗空八卦圖 因為狗空八卦圖裡面 它除了有羅喉又有八卦 又有很多不同的奏輪在裡面 其實也是可以將這個碎星 在傳統來說 可以將碎星的空性去減低 所以這次是很容易的 今年的耳黑生 我們一定要盡量避開有發熱 紅色的蝠肚子 我們一定要將它們拿開 避免激發了它的紅色 其實在寫字樓 我們大家會覺得 如果放這些蝠肚子會比較尷尬一些 我們其實在世上有幾樣東西 我們可以用到 例如我們公司會贏了很多不同的獎牌 或者那些獎杯都是圓形的 我們放在我們東方那裡 都可以化解到這個耳黑的空性 另外不好的月份 就是2月、5月、7月、11月 那幾個月份 都是大家要盡量避免小心的 如果無論你們的門口 或者你的方位有動漲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們一定要放好了 這個東方化解物象的位置 有很多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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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走出來 都會有很多靈體 我們有很多靈體